如果一個做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執行 這邊的話就是清除 為什麼我要浮動在上面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這樣看很清楚 但如果你假設沒有浮動 它預設好像是整個就把你遮住了 那你怎麼執行 你有時候執行 到底有沒有你要不要切過來 所以其實不太方便 所以你講說老師 你為什麼要把它縮小浮在上面 因為這樣真的我覺得還真的比較方便很多 尤其寫程式的時候 一看就知道了 那接下來的話怎麼寫回圈 那回圈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你的範圍 第四列 有沒有 一直到哪一列呢 你可以按Ctrl 油標放A4好了 Ctrl鍵按住向下 它會停在103 意思就是第四列到103列 所以你要寫一個回圈很簡單 請你在第一行的最右邊Enter一下 那一般習慣的話會按一個Tab鍵 Tab鍵就是下一切 Tab鍵就是下一切 然後打一個什麼呢 範圍 範圍的話開頭一定是4 4回圈 所以4i i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就告訴它說 我的列到哪一列開始 等於第四列到103列 好 那這個是一個範圍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那個4到103 這個i的詞 它會先從4 NAS是下一個的意思 NAS i的意思 就是下一個就5 一直到103停止 所以這個是一個範圍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樣 把底下這一行怎麼樣 把它移動 所以我習慣是選取它移動 移動到它中間 並且習慣上按一個Tab鍵 為什麼按Tab鍵 因為如果你沒按Tab鍵 它無法顯示 它是在它的下一切 下一切是說 我要在這個回圈裡面背執行 好 那如果按Tab鍵 你就會很清楚 原來這個地方有這個階層的概念 把它把NAS往上移 好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我現在這個回圈裡面 4到103列 幫我處理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要改什麼 當然你現在如果沒改的話 你這樣一跑還是只會輸出 其實沒影響 OK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影響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 4的這個數字 改成i就可以了 好這樣的話 當然如果你只有改前面 我們來今天執行看看 改前面好不好 可以執行一下 改前面後面沒改 那它會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老師輸出的東西 怎麼都是剛剛的那個 14裡面出現的公式 那底下為什麼沒變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輸入的公式 都是什麼 都是14 G4 H4 它並沒有變成5 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必須把後面這邊的這個 F4 G4 H4 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i 但是 有一個 一般同學最難突破的一個點 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我直接把4改i 可是問題來了 你不能直接把這邊4改成i 如果你把這邊改成i的話 那會有個嚴重的錯誤 當然你如果改改看 改完之後一定會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它看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執行之後的話 它變成 它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你是直接把i變成一個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說直接把這個地方 直接就把那個i放進來 那主要原因前面有特別講的 其實就是文字跟數字的差異 因為呢 後面這個是一串文字 那這個i是一個數字 你放一個數字不能直接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如果一個數字要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你必須用串接符號把它串在一起 也就是說 你這個4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文字先切開 然後中間串 串的方法我先教各位 一般習慣你可以背口訣 兩個雙語號 移到中間 這兩個雙語號指的是 我先把這個文字一分為二 變兩個文字了 然後怎麼串呢 兩個m的符號 意思說我要把這兩個字串 串在一起 那中間再放一個i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程式基本上就寫完 意思是說先把它分開 有沒有 然後再串接 中間串一個i在裡面 那另外有一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就是m的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在eSale裡面其實不需要空白 可是VBA需要空白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其實就加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加了之後 這個也要加 這個也要加 那這個再講一下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實在是不太能夠理解 字串跟數字為什麼要這樣 你可以先背口訣算 那口訣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i放進去的話 第一步 先把4選起來 然後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兩個a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的符號前後空白 這樣就OK了 你多演練幾次啦 反正以後就用這一招就可以過了 OK 因為之前有同學 每次都問一樣的問題 但是他剛開始還是聽不懂 什麼時候聽懂呢 過了好幾週之後 突然說老師我終於懂了 所以也許你現在暫時不懂沒關係 你就先背口訣算 我發現好像 因為你要馬上瞬間懂 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不如你就先背口訣 有一天你突然懂 就跟以前小學背9個媽標 剛開始也不知道老師 為什麼一直叫我們背9個媽 但是長大之後發現 是這意思 其實當然可能 還是要一點時間 所以你們先記得 把這個4 刷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一個i 然後and前後 把它空白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先機械化一下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先背一下好了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恭喜你 你就已經完成了這一個4回圈了 你就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OK了 那清除怎麼清呢 很簡單 你就是照一樣的方式 把這個4回圈呢 把它放過來 然後一樣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有沒有 然後就把這個4回圈 放過來 然後底下delete掉 按一個tap鍵 然後把這個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裡面沒有公式 只要改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把這邊改成i 那你清除二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做完之後 馬上就有一個自己寫的 所以這個是自己寫的 上面 上個禮拜是錄製的 哪一個簡單呢 當然看起來啦 如果程式碼 基本上自己寫的一定會精簡太多了 也就是說啦 錄製也OK 只是錄製有個缺點 就是錄的程式太多了 很麻煩 很複雜 而且沒有效 跑起來沒效率 那自己寫 可是問題有些人 你不會寫的 沒關係你可以穿插 不會寫 那就用錄的 那最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兩個 把它放到這兩個按鈕 甚至可以把它更改 那你想說老師我要重做嗎 其實不用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這一個 要把它重新指定 它叫做 如果上個禮拜是串接 我把它改成手機公式 然後如果名稱也要改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把這個名稱一樣複製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清除 我直接重新指定好了 我名稱不改 本來是清除嘛 改成清除2 按個確定 好那這樣的話執行 OK了 沒有問題 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跟上個禮拜 滿類似的 但是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自己寫的 一個是用錄製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就是這個加 在開頭加這個跟這個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放進來 這邊改I 那比較重 比較大的 注意的地方就是這個 原來的4 要改成 要改成 串一個I 在這個字串中間 所以特別說 這個動作意思說 把I的那個變數 其實它這個數字 把那個數字 串在一個文字當中 那做法就像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你如果 這個如果可以體會 而且以後都不會寫錯的話 那恭喜你 你應該功力 就已經是大大增加了 不過這個可能 對有些同學來說 應該是比較不容易理解的 OK 其他就是清楚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我們也先 已經下課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接著 來看那個後面的部分 所以今天又往前推進了一個 有關這個VPA的程式撰寫 OK